你见过齐白石大师现场作画了 该珍贵影像拍摄于1954年 记录了齐白石画虾的全过程 视频中的齐白石已经90岁高龄了 现在他要向镜头展示自己的画虾手法 为了将虾画得活灵活现 白石大师端来自己养的虾 开始观察起虾的生活习性 果然艺术源于生活 只见水盆里养着几只活生生的长臂虾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齐白石刻画在心里 片刻之后 齐白石已经完全掌握了这几只长臂虾的动态和特点 随即提笔绘画 从齐白石手握毛笔的姿态可以看出 齐白石常年作画 毛笔拿得十分标准 一股大师风范油然而生 随后齐白石先是用毛笔在纸张上勾勒笔画 他将毛笔从左至右 由重道轻滑出几道墨痕 随着根部的墨水被清水运开 纸张上就会留下一个由身至浅的印记 接着再次简单地处理一下虾结 下身的主体便已完成 紧接着齐白石用笔尖处最细的部分画出线条 线条末端清顿点出长臂虾的手臂关节 再从另一处起笔连线 最后再画出两小截虾熬售 长臂虾的手臂就已完成 另一条虾臂也如法炮制 如此虾身与虾臂就已绘画完成 画面中的三只长臂虾 在有了虾臂之后显得栩栩如生 接下来齐白石老人调整画纸方向 又更换了一只更为细致的毛笔 以绘画出最后的触须 齐白石在虾头方向落笔 随着毛笔从上至下 由极道缓长臂虾的处须便被齐白石一气喝成的勾勒出来 在完成绘画后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三只长臂虾出现在纸张上 放眼望去长臂虾栩栩如生 与刚才水盆中的几乎一模一样 而据资料记载 齐白石画虾堪称画坛一绝 这得益于它从小生活在水塘边 从而时常在塘边钓虾 对于虾的形态与活动自小便十分了解 其实